农历七月到来 各地的四元道场也举办了鱼兰盆法会 在台湾 农历七月是中原普渡的日子 各佛教道场也陆续举办鱼兰盆法会 让信众参与 有悠久历史的大岗山曹峰寺 也即将在农历七月份举办鱼兰盆法会 那我们知道是说农历七月份快到了 那农历七月份呢 向来也是佛教的一个教校月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月份呢 各四元都会有举办那个超建的法会 最主要是超建呢 我们各历代的祖先 还有我们的农历在祖等等 希望他们呢 透过法会的一个加持力呢 都可以往生散处 那也可以跟我们所有的人呢 有农者可以解农事结 所以超风寺呢 它在每年的农历 我们的那个鱼兰盆法会 超建法会呢 是固定在农历的七月二十四日 那欢迎呢所有的三男性女 还有所有的性众呢 如果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呢 与会呢 共同来送祠地上金 然后下午的话 有一个宴口的一个普师 希望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普师的利益呢 可以让所有的大 无形的众生呢 不管地位高低呢 都可以得到法喜 所以呢 今天要各位呢 可以来超风寺呢 参加法会 谢谢大家 鱼兰盆不只是台湾的佛教法会名称 在日本也有鱼兰盆的传统节制 根据记载 在日本飞鸟时代 相当于中国的隋唐时期 就传入日本 现在已经成为仅次于 日本元旦的重要节制 也因此祭典在日本 成为代表性的特色 而台湾的鱼兰盆法会 也有佛教的法会特色 欢迎信众在此时期 可以参与祭拜和消灾 法界新闻 无用曲高雄才